人家說酒病成良醫 我發覺韓國瑜現在也越來越厲害 因為被黑的越來越多 我現在發覺 他連被黑的行情都知道 真的啊 我們來看看他怎麼幫你解析行情 整個1450 在黑韓的時候是有計畫 有步驟的 有方法 而且是 飛撲而上 完全是打群架的方式 一股腦的鋪天蓋地在黑 所以現在網路上發現 黑韓國瑜 黑柯文哲一個帳號 可以賣到5300塊 我一點都不訝異 台灣民主史上 尤其是總統大選 這二三十年來 從來沒有像今年這麼骯髒的選舉 從來沒有過 而且我跟你講 人家現在真的是一條邊的產業 從小就把你培養起 我們說一年樹木百年樹人 現在是一年樹木百年黑人 因為很簡單 最近流傳了這樣的一段影片 就是一個看起來很像是 幼教老師之類的人 在遊覽車上 問了一票小朋友就說 喝酒會變成什麼 然後就有這些小朋友講 韓國瑜 而且非常整齊話異 所以老師就說 所以可不可以喝酒 不可以 就直接這樣講出來 可是你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一般幼兒園的小朋友來說 你如果問他這個問題 他根本不可能回答出來 誰知道 小朋友搞不好連喝酒 就什麼都不知道了 所以擺明一件事情 就是老師在教室裡面 平常就一直在教育這件事 我跟你講 很簡單 因為正常的小朋友 你去問他他搞不好說 爸爸愛喝酒 或是姐姐愛喝酒 或是叔叔愛喝酒 他只會跟你講 韓國瑜愛喝酒 不可能說說韓國瑜 你覺得他知道韓國瑜是誰嗎 他可能連韓國瑜都不知道 是 所以一定是有大人 可能十次 一百次這樣教他 不但告訴他說 喝酒就要等於韓國瑜 他一定不但這樣教小朋友 小朋友才會這樣子 而且異口同聲 全部大家這樣一起講 對 所以這是幹什麼 這就是標準的洗腦 而且是有意識形態的洗腦 其實這是一種 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 樂善浩斯隨時丟三百萬在車上 所以以後在高鐵 撿到三百萬是誰的 陳明文的 就是這樣 是這樣子嗎 有必要教小朋友這種東西嗎 你不覺得大人真的很噁心嗎 老是把自己的扭曲的思想 要硬灌在小朋友的身上 但是問題來 他們現在不只從小朋友開始 還從電動玩具 電動遊戲 電影裡頭 都開始來去升職他們的意識形態 比如說有一個叫返校的 這樣的一個東西 他當年2017年剛推出的時候 大家就發覺他遊戲頭 發現一個很奇怪的東西 你覺得這個長得像誰 怎麼有點像馬英九 就有點像馬英九對不對 對 我跟你講 然後當時你去問他說 沒有沒有沒有 這個只是剛好是巧合 那是當時的電玩遊戲 是 那問題是 這個遊戲是從2015年開始發想 也就是說那時候馬英九 那是馬英九執政的時候 所以是不是故意要把馬英九 跟白色恐怖連結在一起 結果等到現在馬英九下台了 現在換誰 你看現在返校是電影版出來 電影版是我們的教官 電影版照說應該要跟遊戲 一樣的人物才對 你看這個又像誰 怎麼看起來像韓國瑜 他如果說這是巧合 他應該找個長得像這個 結果不是 他就找個這個 看起來像韓國瑜 所以就說是刻意的 導演又告訴你 我不是刻意的 因為那時候韓國瑜要選高雄市長 對 沒有 他說我們是兩年前就發想 沒有這個關係 可是問題是自由時報暴漲說 他去年5月才開始決定角色 去年5月才開拍的 那問題是去年5月韓國瑜出來有沒有 早就出來了 那時候已經要選市長了 是 因為他之前就是跟王世堅 在議會才爆紅的 對 所以是不是故意 要把他做這樣的一個連結 老實講我們不知道 但是我們覺得 如果真的有這樣的想法 真的是非常惡劣 因為他們其實 要不斷連結什麼你知道 就是藍軍的這些政治人物 都跟白色恐怖有關 其實他們的目的 就是要把你做這樣一個連結 做這樣的一個思想扭曲 這樣才能夠遂形他們的政治目的 不然你看 陳其邁馬上就跳出來講 透過遊戲 讓更多年輕人了解 白色恐怖台灣共同合同 競速審議 促進轉席正義條例通過 你看到沒有 他想的還是政治的東西 我想請教一下 如果我今天做一個遊戲 然後我做的白色恐怖 是完全相反的 我講台灣當年那群暴民 怎麼樣去屠殺軍隊的 假設我做了這樣一個遊戲 你陳其邁會講這樣的話 不會 他當然不會 他說魚丸如也跳出來 他說政府應該想辦法利用政策 將資金引用到新創產業 他所謂的新創產業 其實就像返校這些 充滿了意識形態的這樣的遊戲 然後他覺得 應該要去支柱這些東西 但如果 就像我剛剛講的一樣 如果是反過來 是講民進黨的不正常 講陳水扁怎麼貪污 你覺得他們會想要去 補助這些東西嗎 當然不會補助 保證不會 最近大港開唱也是一樣 大港開唱鬧得風塵風雨 因為裡頭有太多烏言會語 大家一些荒腔走板的演出 結果台北市議會這邊 就有議員提議說 以後有接受台北市議會 補助的這些東西 你不能出現這些 侮辱性的延遲 而且不能有這種 特定的意識形態 政治對象 做這樣的謾罵污衊 結果大家覺得說 這應該是OK的 因為你拿的是政府的補助 你怎麼可以去做 個人政治意識形態的操作 結果兩個人跳出來 一個就是台北市議員呱吉 這呱吉跳出來說 你這樣會讓社會再度走回過去 這是柯文哲崇拜的偶像蔣衛水 想看到的未來嗎 蔣衛水我告訴你 每天要臭幹哪個謠才對 每天要去罵人家講三字經 這樣才過癮的嗎 蔣衛水有這麼low嗎 蔣衛水沒有這樣子吧 是 林隱夢也跳出來講說 這是戒嚴的嗎 限於令嗎 把這扼殺創作自由嗎 你們是要這樣幹嗎 其實這跟扼殺創作自由有什麼關係 沒有關係 還是你除了講髒話 除了做不雅的動作 除了去做意識形態批評 你們就創作不出來的東西了嗎 好啦 我說老實話 我今天不是來表演音樂的 我今天是要來diss你們的 我跟你講 我等一下瘋狂代表你們這些高雄人 你們高雄真的有很多東西值得吐槽 你知道嗎 我等一下把你們這些高雄人 通通都 現在有沒有人想要被市議員 村長 看完這影片 心裡面實在滿感慨 怎麼會這樣子 可是我們看到現在這時候 小朋友說到喝酒 就馬上想到的是韓國瑜 返校的這個遊戲裡面 本來影射的白教官是馬英九 結果到了現在這個時候 電影出來的時候 變成是韓國瑜了 可是我們也可以看到 製作方他們都否認 他們認為說 這個沒有影射的味道 可是利用這種白色恐怖 來做一個政治操作 看來好像現在是執政黨 正在做的事情 如果這個叫做文創 瓜吉這個叫做文創 以後我們同樂會 不是清常都會表演 就這樣子吧 所有的家長 你的小孩子以後 就跟瓜吉一樣 上台就表演 你能忍受嗎 這樣子叫文化 這樣子叫做創作 我不知道 你們高雄人看到這樣的表演 然後他說他就是要 開始這樣子醜化你們高雄 這個講什麼 你是做捷運來的嗎 是做捷運 你一定不是高雄人 然後高雄人就是一定違規 這樣子一個台北市的議員 然後去高雄醜化高雄人 然後說這個叫做是藝術創作 我是不曉得高雄人比較能忍耐 或者高雄人是怎麼樣 我是不曉得 只有在場的那些聽音樂的人 能夠忍耐這些事 但是現在台南說要爭取過去 他就要台南人聽吧 但是我覺得如果今天我們的小孩子 做這樣的教育 我們絕對沒辦法接受 尤其你現在 我們都已經講了 政治就是退出校園 你現在幼稚園你在那邊教 如果長大這個 如果要什麼喝酒 長大就會變韓國瑜 好讀書要不能長大的話 你這個論文就要用騙了 也是這個樣子 我覺得這個根本就跟教育 一點都沒關係 你用這樣 然後而且你用電影 然後拿這個補助 拿文化部的這個補助 然後你去拍這個電影 然後刻意的男主角 然後把這個壞人 影射成是韓國瑜 我覺得這整個國家 真的是很惡劣 然後從這樣子幼稚園 然後從電影 然後從社團 然後從任何的補教這些遊戲 全部都是要醜化韓國瑜 坦白講 你說韓國瑜現在民調落後 為什麼 這個是整個國家這樣 在操作 真的是我覺得說這個國家 如果再這樣下去 我們的學生 只有被操作得越來越low 這真的是很悲哀 但Lina 我們看到現在這時候 大港開場跟包含了返校 接連的貝利雲他們操作 成為一個政治操作的 這種的藝術創作 可是看來這大港 開場的表演內容 剛剛大家也看到那裡面的片段 那個不堪入門的那樣的畫面 到底是誰在進行那政治操作 影力跟大港開場有兩個 兩件事情是有一樣的東西 影力是人 大港開場是世界 影力當我們跟他講就是說 你是不是應該要把這個 你在這個譬如說We Care也好 你在做文化局局長的時候 裝置藝術也好 是不是要把它說清楚講明白 影力都說沒問題 沒問題 但是一直都講不明白 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突然間文化局瀰漫了一股 很奇怪的氣氛 就是只要是以前影力 所接觸過的東西 好像影力都認為 你就是要來查我影力 任何的事情 你都是要查水表 奇怪了 影力所接觸過的東西 就會查水表嗎 我們想想看 高雄市政府要不要做監督的 要不要做這些 就是報告結果要不要寫 要不要寫計畫 最後的這些結果 議會如果要去監督它 要不要讓議會監督 當然要讓議會監督 這都是正常的 對不對 這一個正常的行為 為什麼在影力看來 一切都變得不正常 中間出了什麼問題 影力你不用說清楚嗎 今天文化局的林局長 跳出來講說 拜託是不是讓文化的東西 不要變成了政治惡鬥的工具 這是這件事的重點 結果影力認為 你在說什麼 你認為我在消費你們文化局 把你們文化局當提款機 你要問問看 那個提款卡在誰手上 他說提款卡在陳立娜 跟邱宇軒的手上 他可以污衊成這樣 影力有沒有搞錯 睜眼說瞎話 我們要去了解狀況的時候 調資料 你竟然認為議員 是有提款卡的人 請問一下這是什麼心態 從這種心態的人 在弄這些文化 我們不擔心嗎 從剛剛大港開唱的內容 我們不擔心嗎 剛剛看到那些小朋友 在車上的表現 我們不擔心嗎 我們看到一個學校的園長 幼稚園的園長 在台上面對市長的表現 我們不擔心嗎 這些事情 我相信所有的民眾 都跟我一樣 這個社會如果不改的話 那將來還得了嗎 但有話 我們看到韓國瑜在臉書上面說到 黑韓產業鏈這幾個名詞 不是他發明的 但是我們看到 如今一個黑韓的帳號 可以賣到5300塊錢 而且民進黨政府 現在整個國家機器 已經完全的全力啟動之下 看來這1450 可是要再擴編了吧 1450必然擴編 我先不講韓國瑜 那我先講呂秀蓮好了 呂秀蓮現在相關的情勢單位 他在查核兩件事情 究竟第一個是哪一個團體要他連署 所謂為呂秀蓮連署 除了藍營以外 綠營的究竟那有誰 我可以向各位報告 只要綠營裡面 你有人向說 我要幫呂秀蓮連署的話 那對不起 你馬上就有水表可查 就是道德勸說能不能不要 幫秀蓮姐連署 原來現在國家機器 在盯著呂秀蓮這一塊 況且現在他們變得非常聰明 他們聰明到是說 不用政府機構的人 出面跟呂秀蓮溝通 是用黨務機構的人 第二個 各位曉不曉得 當郭台銘他不選的時候 柯文哲到底要不要選 黃國昌到底要不要出來 他們現在也在查 也在查 是不是這個中間會有意外 所謂的意外就是說這些人 萬一到登記截止前出來的話 對我民進黨的衝擊 對我蔡英文的衝擊怎麼樣 那就回過頭來講 帳號5300 我現在告訴各位 2000個帳戶已經等在那個地方 所謂等在那個地方 最近他們不會動手 等郭台銘辦完感恩茶會 整個形勢都確定 然後有一些帳戶 各位曉不曉得分配到什麼地方去 什麼地方 是由民進黨的立委掌握 還分配到他們手上 好比說陳丽娜 好比說陳丽娜 她要選對不對 OK 沒有關係 她的某一個對手 就開始運用這些帳戶 開始黑她 換句話說 1450她主打的是總統大選 她擴編了以後 她要衝立委的席次過半 她最好的方式 就從韓國瑜黑到陳丽娜 所以剛剛講的引力獎 要死在陳丽娜的手上 你看著好了 只要陳丽娜她在質詢的話 又有黑陳丽娜的東西 會馬上出來 這個就是他們的1450的擴編計劃 我們看到大港開上 自己一直飆髒話 結果引發了許許多多的爭議 台北市政府就已經說 以後補助這些團體的話 你不准標章話 可是綠營的人馬上就有人 跳出來說了 你這是在搞戒嚴 你現在還是在扼殺這個創作自由 那如果以他們的邏輯來看的話 以後標章話沒有違法 標章話沒有關係 這樣以後 發言這條公產侮辱的罪不能盼 以後公產侮辱的罪不能盼 你如果要教他這樣沒關係 以後公產侮辱這條罪名 最後拿掉 中華民國的侵犯不必 不要再看到公然無路 因為我要問這少年朋友 你們有死大人 你們有死世 我們要用這位 一級人之道 反對一級人之心 你自己的身份 到底是怎樣 不要說你在高雄 不要說你在台北 才會跟我們高雄 臭幹六條 尬派孩子大小 對 人之初成本選 我們要相信 人生還是選 是那個人尬派 是那個人尬派 是那個人出派 是你教學寶貴去 把雷魚黏鐵拿掉 讓這些孩子根本沒辦法 尬不疼 尬不疼 說不疼 港哥 那要花1500塊 那些人臭幹六條 文臣伯爬不必錢 如果要聽臭幹六條 來聽我找到 那不可以這樣 你怎麼你教我 你這做事大人 你教我躺下什麼 嗯 露營 有怪訓沒有了 還要在車上的小孩 黑肚紅紅和幼幼 我會覺得三到兩人 我相信你叫他 寫三個韓國語寫不出來 對 沒有人家賭你騙鬼 沒有人寫的錯 因為我寫三個韓國語出來 我頭靠給你 做九頭 吃麥 我白目 沒有生麥 我白目 吃麥 我政府 自己不討不討 這裡在表現實在 教育小孩大小 對 這裡都是那些二十多歲的 少年家 聽你在那些什麼 大賊女兒 那些聲音 五十多難聽 竟然這個人說要選擇鬼 你會煩惱嗎 你真的會煩惱嗎 這些人在台上 教育小孩 小孩吵六條 等到像你吵唱剛好而已 人家出生本身 把環境地給他好 把教育母給他好 你去黏天 就當時掛到 我們韓國的掛回來 你們湯要一次加油一下 六道我們高雄從台上掛 高雄水掛起來了 你那種已經掛上水了 你掛上水了